近日,香港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子坟案 死者生前在其老师的帮助下浇上汽油 然后拿起打火机点燃 一瞬间全身燃起熊熊大火 嘴里发出凄惨无比的叫声 同时,以上内容都被死者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剥了出去 事情发生以后,重案组迅速介入调查 第一时间将协助死者自杀的老师大壮带回警局问话 然而,令人感觉到匪夷所思的是 不管警察怎么盘问 大壮始终坚称自己当时失去了记忆 什么也不知道 并且还否认他与死者的自杀有关 很快,侦破竖起命案要案的重案组组长伊聪奉命接手此案 他通过对大壮言语和动作的观察 发现其不像是在说话 可这就奇怪了 视频中明明就是大壮帮死者交的汽油 然后眼睁睁看着他自焚 现实却是大壮对这一切什么也不知道 难道这是一起灵异事件 就在案件即将陷入死胡同时 审讯师里的大壮突然想起一个人 也许他跟此案有关 此人名叫艾米丽 在五年前被三个女生误杀 而上面自杀的死者就是凶杀之一 大壮认为一定是艾米丽的鬼魂回来锁命了 很明显这番言论属于无稽之谈 没有人会去相信 但敏感的一聪还是吩咐手下人 去调出五年前的这起案件看一看 同时觉得是有蹊跷的一聪 还回到案发现场进行细致排查 寻找有用的线索 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 一聪判断出案发时 死者曾想要冲出阳台 却中途改变主意 来到浴室打开花洒 试图浇灭身上的火 结果花洒里并没有出水 之后一聪发现 原来是有人把浴室的水给关了 事到如今 这起案件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死者自杀为什么要老实在场 还有直播整个自杀过程又是为什么 一聪暂时想不明白 只好继续寻找其他线索 一聪来到死者房间 从他的梳妆台上找到一串红字 内容是我们都有报应 随着这句话的出现 一聪感觉到这起案件另有蹊跷 立即找到上级老何说明情况 告诉他这起案件自己要仔细调查一下 暂时不要以自杀起案 原来早在几个小时前 老何就通知一聪 他和高层决定将此案以自杀起案 因为直播的视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民众要求警察尽快给个说法 再加上现在警方所掌握的所有证据 均指向死者是自杀 所以高层决定尽快稀释宁人 但老何了解一聪的为人 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便答应下来 由于没有证据能证明大壮杀人 便暂时将其放回了家 从老何这里离开 一聪找到手下询问关于艾米丽案的细节 得知当年这是一场误杀案 然而验尸报告显示 艾米丽身上有过烧伤和被殴打的痕迹 至此原因则是后经椎断裂 很明显这就是一场虐杀案 当时的凶杀分别是艾米丽的同班同学 王颖青 陈凯元 以及上面自焚的死者 根据三人的笔录记录 他们都认了罪 可奇怪的是 后来这起故意杀人案 却是以误杀起来案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依聪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事发的时候 三个女同学都未满18岁 再加上王颖青家有钱 请了大律师 而大律师上来 就与王颖青等人身上也有伤痕为由进行辩护 在她的距离力争之下 此案从一开始的虐杀案 变成了四个女生打架 失手打死人的误杀案 依聪怀疑会不会是艾米丽家人在寻仇 但很快这个想法就被手下阿剑打破 因为她调查过艾米丽没有家人 眼看艾米丽这边发展不下去 依聪便寻找其他突破口 她随即吩咐阿剑和警员小白 去查王颖青 陈凯元 现在在做什么 并问清楚当年发生过什么 女警员阿梅则去医院 把当年艾米丽详细的验尸报告 找出来跟警局的这份进行对比 看看有没有什么两样 阿剑和小白通过调查 只找到王颖青 等找到她时 发现有个神秘人不停地给其打骚扰电话 以至于其精神已经出现失常 正在进行药物治疗 同时嘴里大喊着不关她的事 阿剑好不容易将其安抚下来 才询问出当年命案的事情 原来那时候艾米丽是班里的班长 因为艾米丽向老师检举王颖青三人吸烟 放学后遭到他们的报复 在刺打过程中 艾米丽不小心被陈凯元推下楼梯摔死了 所以艾米丽的死跟自己没有关系 而大壮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几人的班主任 说话间 那个骚扰电话再次打来 阿剑和小白拿起来 听到里面传了一个女人凄惨的惨叫声 随后阿剑回到警局 把手上掌握的线索告诉了一聪 阿妹那边也查明医院的验尸报告跟警局的一样 同时 他对艾聪坚持要查这起 已经铁证如善的案件大为不解 艾聪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声称此案有蹊跷 这时 听过电话惨叫声的小白 表示会不会真的有鬼 结果此话一出 遭到艾聪一顿臭骂 不过事后 艾聪找到自己的心理医生朋友 启致询问 在心理学角度上 怎么解释灵体这件事 对方表示所谓的灵体 只不过是您内心所恐惧的东西 折射出来的影子而已 这天晚上 王颖青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找到陈凯元 来到当年的案发现场 给艾米丽烧纸 希望对方能就此放过他们 然而 陈凯元根本不相信鬼神之说 当场踢翻火盆 让王颖青清醒过来 这世上没有鬼 接着陈凯元从王颖青那里 要了一笔钱以后 转头离开了现场 其实陈凯元之所以来见王颖青 是为了要钱花 王颖青回到家 突然发现 自家洁白的墙上多了一行字 内容是 我们都有报应 他随手拍下来发给小白 并表示 艾米丽来了 此刻 小白等人正和伊聪商谈案情 看完照片 伊聪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嘱和他们去看看 没想到 阿健在去的路上 接到手下线人来报 称九龙湾有人在做毒品交易 阿健听闻立马决定 先去九龙湾抓捕毒贩 把王颖青的事情先放一放 因为到这个时候 阿健始终认为 王颖青的脑子有毛病 出现了幻觉 随后 三人来到交易现场 在他们的合理之下 成功将毒贩逮捕 等待警局派人期间 小白选择独自赶往王颖青家查看 另一边 伊聪刚跟老何汇报完情况 接到手下通知称 又有人在直播自杀 伊聪急忙打开手机查看 发现居然是王颖青在服毒 更诡异的是 小白竟然就站在王颖青身边 他表情呆滞 举枪指向王颖青 似乎是在逼王颖青赶紧喝 伊聪赶紧打电话给小白 却无人接听 无奈 伊聪只好打电话给阿健 这才知道 他们去抓毒贩的事情 伊聪随即将情况告诉阿健和阿梅 让两人赶紧去王颖青家 结果刚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枪声 他们急忙冲进去 将小白控制住 然而奇怪的是 小白对于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他就跟当初的大壮一模一样 事后 阿梅通过勘查现场 发现小白那一枪并没有打中王颖青 而他的致死原因则是中毒 虽然王颖青的死跟小白没有关系 可他还是被有关部门带走 接受调查 最后遭到革职处理 阿健对此心里充满了内疚 答应小白一定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 阿健和阿梅开始仔细研究那段自杀视频 却意外从里面发现一个黑衣人 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一聪 这让他感觉到诧异 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如何控制小白和王颖青的 现在这种情况都无法解释明白 一聪心想 难道这真的是鬼魂 也就是灵体在作祟 第二天 不信鬼神之说的一聪 带着视频找到启智 希望他从心理学角度上帮忙分析一下 启智表示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只需要会深度催眠 就可以达到控制别人的效果 据他所知 全香港只有五个人能达到这个水平 他们分别是布兰登 莫大卫 陈沙伦 李爱达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启智 可这几人跟艾米丽非亲非故 没有理由帮他报仇 但一聪还是决定进行调查 首先他找到大壮 询问更多关于艾米丽的事情 却意外得知 艾米丽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名叫李爱达 一聪听闻 随即便派人去抓他 就在这个时候 陈凯元主动打电话到警局 申请警方保护 原来王颖青死后 陈凯元就开始不断接到那通电话 同时也收到了那句话 他实在受不了了 只好寻求警方的帮助 陈凯元来到警局没多久 李爱达居然主动投案自首 一聪前去审问 对方根本不屑一顾 因为他知道一聪没有证据 定不了自己的罪 而且李爱达此次前来 是带着自己的目的的 他要在警局里 干掉陈凯元给妹妹报仇 随后 李爱达故意从一聪那里 要来一枚硬币 声称给他展示事情经过 实际上却是给一聪催眠 让他举枪开刀 带着自己来到陈凯元的审讯室 接着李爱达又用硬币 将陈凯元催眠 让其当着重警察的面撞墙 就在这时 一聪突然将枪口调转方向 指向李爱达 紧跟着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 只见其手指插满了铁针 原来李爱达一来到警局 一聪就知道他的目的 所以提前询问 起至不被催眠的办法 那就是用绝对的痛感 来保持大脑的清醒 而一聪之所以跟李爱达演这场戏 就是为了能有证据 证明他在教唆杀人 见此情况 李爱达也不再选择反抗 承认了这一切 其实他杀人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为妹妹报仇血恨 至于把大壮拉下水 只是因为当初艾米丽在学校受到欺负 李爱达想帮妹妹转学 却被大壮拦下 对方表示 现在正是艾米丽升学的时候 贸然转学对其会有影响 不过大壮曾答应李爱达 会保护好艾米丽 结果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李爱达便把大壮 也放在报仇的目标之中 其实李爱达冤枉大壮了 他一直尽心尽力地保护着艾米丽 只是刚好那天晚上 大壮临时有事 没有陪艾米丽回家 就发生了意外 影片最后 李爱达因犯教唆他人自杀 以及谋杀罪 被判终身监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重案行动之连环凶杀》 是一部最新上映的犯罪悬疑电影 可惜在剧情上有点儿戏 惊心动魄的氛围感几乎没有 林子聪作为挑大梁的主角 完全没有感觉 而江浩文在片中 却没有什么戏份 好在廖书演技依旧在线 可惜私人已去 呜呼哀哉